去年網路上有裸拍論壇發起大眾運輸裸拍大賽 一名女子在臺北捷運拍下了不少全裸照片 警方將網站的負責人等五個人以妨礙風化等罪移送法辦 不過警方認為這些照片沒有足以使人噁心厭惡的感覺 也必須要加入會員才能夠觀看並不違法 所以不予起訴 這次北捷強調強烈反對裸拍族攻陷捷運 未來會嚴厲查辦 去年裸拍族攻陷臺北捷運 常法女子不為他人眼光在車廂月台拍攝裸照 上傳到裸拍網站論壇 照片一曝光引起大眾嘩然 不過警方認為網站這些照片只有會員看得到 而且女子也沒有做出引人信譽的動作 將網站負責人等五人不起訴處分 當時這個論壇發起大眾運輸裸拍比賽 女子一群人來到捷運先設攻站 選在立峰時間乘客比較少的時候 來到這裡拍下這些全裸照片 雖說不起訴 不過在大眾運輸一絲不掛裸拍 不只乘客覺得觀感不佳 北捷對於捷運成為裸拍取景地點 也相當不滿 本公司是反對旅客在捷運需求內 有這樣的一個裸拍的行為 那如果經過我們查獲呢 我們會依照台北捷運旅客虛資的一個規定 我們會拒絕運送 那會強制或者是輸送人員離開車站 有點妨礙風化 對啊 因為我覺得不起訴其實有點誇張 律師指出儘管檢方見解社會風氣逐漸開放 認為全案不涉及猥褻 不過目前民眾還是普遍認為有愛觀瞻 仍有討論空間 公共場合裸拍行不行正反意見兩極 不過如今裸拍不違法等同無責免罰 不只通勤族心驚驚 更擔心的就是怕會引起模仿效應 掀起裸拍潮 幽電TV蔡炳我黎一聽眾報導